爱太美,让人忍不住沉醉爱太痛,如烟花生起,就熄灭每次重返红楼梦,都会把一颗心看到柔肠寸断,明知那宝玉是最忠情于黛玉,但就因多了一个罪字,在我心里,所有关于我心里,都会把一颗心看到柔肠寸断。 爱的意义都变了,这世上原本就没有唯一的爱情,只有对比的爱情吧,爱的那个人,在一起的那个人,只是从一大堆倾心的人离比出来最爱的那一个儿子,再怎么喜欢林妹妹,宝宇平日也仍是钟情了这个丫头,那个戏子,对谁都是怜爱,都是用心,这样的人我们身边是否有很多,我们是否也一样喜欢了这个,又不注意爱了那个。 这么多年经历爱情,再看别人的爱情,仿佛每一场都只是笑话,这样的夜里,看着窗外的天空,竟然泪如雨下,悲凉的心里有太多的恍然大悟,觉得我们来来回回,根本没办法一生只经营一份唯一的爱情。 即使有,也不过是多种现实原因,才一起白了头,红尘里有太多的诱因和变数让我们不安,每个人在经历了感情的戏弄和打击后,心里都有了防备和猜忌,没有了义无反顾的热情,和生死相许的痴狂。 或许,真的只有死亡,才能让我们误以为那是永恒,我们谁也不是谁的唯一,从我们出生那一天开始,就注定了遇上形形色色的人,遇上各种各样的爱情。 我们总有不同的理由和借口说不爱,说分开,我们泪流满面地离开一个人,很快又滑直招展的爱,上另一个人,于是,这个时代再也没有唯一,只有最爱,还有更可悲的是,很多人到最后,连最爱也区分不出来,似乎每一次都很认真,都很投入,都很爱很爱,但最爱的又是谁呢? 如果总一段情一段情去经历,想必最终最爱的只是自己吧,或者说,最爱的只是爱情的感觉罢了,对方是谁,也许并不是很重要,当然,只要是能爱上的人就好,所以,不要轻易责怪那些变得花心的人,因为爱情终究是两个人的事,一个人再努力也没用,或者说,一个再怎么完美的人,也可能分手,也可能被分手, 也只能开始第二段或者第三段感情,我们无能为力,除非你愿意妥协和将就,除非你即使知道自己的爱情坏了,也要抱住不放手,也要坚持撑下去,只为换来一句长久和永恒,只是那样坏了的爱情,守住一生也没有意义,也只能是折磨和煎熬,因此,人们在爱情里沉浮来去,最终就忘却了最爱和唯一, 或许唯一能确信的,是曾经爱过,但是不说爱过谁,不说谁是最爱,爱情终究不过是一场幻觉,一时兴起,或者是一时情绪,又或者更长久一点的相惜和相伴,而那些白头到老的美好,无非是两个人忍让更多一些,坚持更久一些,约束更深一些,想法更传统一些, 我们无力诉诸谁是谁非,谁对谁错,只是觉得这爱的烟花,升起又落下,让人惆怅又难过,让人害怕又向往,让人觉得美好却又无力永远留下,文树轩小蕾,理名模样,图,网络,青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